主席 这个部分我们要再继续加强 你的公文上讲的是说金融风暴 因为金融风暴是从去年至今都有 那一个是一个客观的环境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能做的部分上 尽量去加强 有比较谦虚 因为你讲金融风暴的话 你就会很惨 同样是金融风暴 以今年7月份香港青年协会7月20号公布 香港的青年创业计划成长了45% 绩效是成长45% 主委可是你呢 本席帮你算了一下 以贷款人数而言 你的目标达成率 今年到此为止 你的目标达成率只有67% 以工作机会而言 你的目标达成率只有73% 很低哦 很低哦 不好看哦 那再以 再以你们上台以后来看 民进党执政在2008年5月份 最后一个月 民党最后一个月交出去的时候 当时那一个月的键数是73件 以你们给本席的统计 今年8月最后这一个月的键数是41件 用这个数字来算的话 你的上台 你们上台以后到现在衰退率是43.84% 那我们用宽松一点的数字来算 以月平均键数 民党执政2008年5月交出去 从1月到5月 月平均键数呢 是67件 而你们呢 每一年就逐年衰退 交到你们的第一年 月平均从67变57 今年的1月到8月 月平均呢 又从57衰退到44% 所以我们用月平均来看的话 民党交出去到现在你们的衰退 是负的34.33% 以三成到四成的速度在衰退 做得不好 不要以为说要宣传 宣传有用吗 不是我跟委员报告 你把一切都当做是宣传就好吗 不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 说宣传的部分是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民党过去宣传的经费 比你们少的时候 件数比你们多 也不是靠宣传 主委 这是讲不通的啦 民党如果当时也没有宣传啦 也没有创业贷款的宣传啦 为什么那时候的件数 会是这么高 你们现在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条件之下 件数衰退三成到四成 不要推给宣传 好好检讨一下你们的绩效 我再从一个数字来看你们的绩效 从你们97年的决算的实现度 你们决算实现率多少你知道吗 主委 97年你们的决算报告保留数非常的高 97年你们的决算实现数 1958 算起来哦 你们的核心工作 青年辅导工作的部分 你们的实现数只有1958万 占整个预算只有八成啦 百分之八零点七七 98年上半年 你们的核心工作 青年辅导工作到六月底为止 你们的预算分配是 九千两百三十七万 实现数只有六千六百八十二万 实现数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三四 主委你这些数字你一定不知道 好好掌握你们青府会的工作绩效好不好 加强改进好不好 谢谢 谢谢是要不要啦 我们回去检讨 你少两个字呢 我是说非常谢谢委员这样的关心我们的业务 我们会趋心的检讨 然后落实的改进 那本席最怕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一讲话就露线了 你把一些都推给没有宣传 所以我看你们的预算呢 我就很担心 你们的预算编出来真的让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诊断错误 你把一切的原因都当做诊断成说没有宣传 你今年的宣传经费增加率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今年你从一般行政开始 你就编这种类似费用 青年创业辅导跟创业理念培育的部分 再加上扩大青年公共参与的部分 你今年度跟去年度预算相比 你用在宣传行销的费用 你的增加率百分之一百六十六 很可怕 去年度 去年度是编 只编八百一十一万三千元 你今年编了两千一百六十万五千元 在这个部分上 据我的了解 是因为本来 增加了一千三百 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 在救援基金的 那个青年智障体验计划 跟国中少年online的计划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增加那么多 错了 加强志工服务的宣传也增加很多 增加了两百万 那么青年创业贷款 你刚刚讲的 你就是诊断错误 所以呢 所有宣传费用增加在这里的最高 增加了四百七十二万 跟你刚刚讲什么就业安定 没有用啦 没有相关啦 你总共你的宣传费用的增加率 百分之一百六十六啦 诸位本席无法接受 这个叫做误需不误实 绩效的检验哦 刚刚本席那个论述很简单嘛 民进党的时代绩效好 那时候没有宣传啊 那你现在绩效不好 你说是因为没有宣传 就说不通 然后你呢 宣传经费增长的比例这么高 总体经费你们也是逆势上扬 因为整个内阁的预算呢 总百分比是下降的嘛 年度的减幅 中央总预算 今年叫 明年叫今年是减百分之四点一嘛 但是你们的预算是增加的嘛 对不对 你们今年度的预算增加 增加率差不多百分之五点二七哦 可是呢 你今年呢 那竟然竟然用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六的增加 增加率来增加在你的宣传经费上面 这个本席认为不妥 主位 是 应该怎么做事 嗯 要这样做事吗 不要务虚不务实好不好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 很努力在做事嘛 还是做的不够好而已啦 是不是 我们需心检讨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嘛 对不对 好 那本席今天 听几位委员 也都有提起 就是我们在 扩大振兴经济 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 教育部 这个一波 请你们协助的这个部分 就业美合的部分 这我还是最后 要规劝 主委 你们有没有法制秘书 法制秘书是谁 竹秘吗 上来一下 我们没有法制秘书 我们没有法制秘书 难怪违法还嘴硬 来 谁负责这件事 不要让主委一个人在这里应付我 来 这个是 这是师处长二处 处长 来 你们说合法吗 对不对 预算中心说是违反预算法第几条 预算法62条 对不对 预算中心说是违法吗 因为预算法62条规定 各机关 各政务别 还有各计划间 或各业务科目之间的经费 是不得互相留用的 除了是行政院统筹播支的科目 跟第一预备金以外 本席当过两个局处首长 当过一个处长 一个局长 我们也都处理过经费的流用 那我们的会计呢 当时都告诉我 比如说本席办一个大型的活动 然后呢 需要各科室 自己文化局内部 各科室之间的流用 我们的会计主任就来了 对不起局长 这一笔不能流用 科目不符 我们只能够在 只能够在同业务科目之间流用 很严的哦 好 现在清府会回答给预算中心说合法 来 处长 你认为合法的原因说是因为 行政程序法 第15条第二项规定 对不对 念一遍 念一下 来 行政程序法 第15条第二项的规定 骗人 来再念一遍 精确一点 法律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来 你刚刚念的是错的 再念一遍 手上没有 对 哦 来 那本席替你服务了 行政程序法第15条第二项规定 行政机关 因业务上之需要 得依法规将其权限制一部分 委托不相隶属之行任机关执行之 请问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因为他排除预算法六十四六十二条嘛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嘛 行政程序法排除了预算法六十二条 可是有没有设条件 有 设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要依法规 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 来 请问这一次的流用是依哪个法规流用的 告诉我 得依法规将其权限制一部分 委托不相隶属之行政机关执行之 要依法规哦 告诉本席 这一次的委托是依哪一个法规 来主委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依法规 你的同僚有没有告诉你这一种委托必须依法规 告诉我 你们这一次的流用是依哪一个法规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这边的资料哦 就是 教育部这边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 本席这就是你们的资料啦 你们回复的书函啦 对 经监会的回函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 所以要依法规嘛 你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嘛 回了人家一个函 那个函字铺其短嘛 你们引用的这个法律里面 明明规定说这种委托必须依法规 你要告诉我们 你们是依哪个法规委托的啊 你们根本没有法规依据就做这种委托 我告诉你行政机关如果可以这样子哈 没有法令依据乱委托的话 政府就乱了套啦 所以这种委托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要依法规 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很清楚 也是你们自己回函里面所引用的法律 明文规定 这种委托 要超越预算法62条可以 但是要依法规 那法规令有规定 你当然依法规啊 就可以排除预算法啊 那你告诉我啊 你这次的委托依哪个法规啊 没有吗 这样懂了没 终于懂了没 最后终于了解了吗 哈 最后终于了解了吗 我知道委员的观察 但是我想那个行政做事一定是依法 法律 法律明文规定在这里嘛 所以本席今天十几分钟而已很简单 第一个 业务绩效不张 有待努力 是 绩效不张真的有待努力 第二个 务须不务实 以为说是因为宣传不够 第三个 违法而不自知 要知悔改 好不好 本席其实哈 一直在看的 我一方面我相当呵护 常任文官同仁 我经常鼓励他们 认为政治责任 不要由他们承担 我唯一生气就是对 陆委会官员这一次 我叫他们回去吃自己 太丢脸 太丢脸 上权入国自知度外 好 那本席在这里还是 关心你们经验的累积 是国家很重要的资产 那 法治体系哈 跟你们的经验一样宝贵 典章制度 跟常任文官体系一样 珍贵 都是国家重要的资产 正因为你们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守护者 所以给主委做幕僚工作的时候 不安呢 要依法规才可以委托 这一次根本是违法的委托 好 谢谢二位 这个主委 等一下把管委员的话 仔细想想看 你们自己到时候要做一个 适切的说明 否则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先来休息五分钟 搞啊 ...? 公司